哈囉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甜點的DIY材料包喔 它的名字叫 仿石精美 套裝足 那它一個其實也不貴 才59元而已 它這邊有附 簡單的製作方式 讓你做參考 那它有附 一盒裝飾貼片 一塊黏土 一瓶奶油圖 還有托盤跟夾子 下面還有一些 小器具 那它每一塊黏土附的都不一樣 顏色 那奶油圖也不一樣顏色 我目前在架子上看到就這三款 所以我就想說 都拿來試試看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把它打開來囉 我後來發現 它的奶油圖的 擠花嘴 造型是不一樣的呢 裝飾貼片 有一些星星跟花的亮片 還有水果的貼片 它的小器具有透明的高腳杯 可以做冰淇淋聖誕 還有仿杯子蛋糕的紙杯子 但是這個是塑膠的 還有三個托盤 還有三個托盤 那它的托盤只有一個是貼的比較漂亮的貼紙 那它另外兩個都有一點點貼歪了 所以我決定要把它撕掉 我們再重新佈置一下 我們再重新佈置一下 後來我發現它的包裝紙 也可以拿來利用喔 我們可以把上面 可以使用的圖案 都把它裁下來 我們可以當 在玩的時候的桌墊 或者是其他的 裝飾物這樣子 再來是它的透明包裝盒 那我們這個也可以把 可以使用的地方 把它裁下來 像這個圓形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拿來當碗喔 把所有的紙張 把所有的紙張裁下來之後 我使用木紋的紙張來當 貼歪的托盤的墊子 再來是透明的 塑膠包裝 那我們要把圓形的地方 都把它剪下來 三個透明的圓形 我打算拿來當 剉冰的碗 那下面這個 就當 剉冰的托盤吧 全部材料準備完後 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先拿出 它附的黏土 它附的黏土是青黏土 白色是很合理 黃色也還可以接受 但是藍色的甜點 真的是沒有看過 它附的青黏土質感 是可以拉很長的絲 那摸起來的感覺 也比較黏 黏性比較黏 但是也一樣不會黏手 我先試做了一個 杯子蛋糕 那我們可以說動 我的秘密武器 牙刷 讓它拍上紋路 讓我牙刷有一點髒 因為我每次都 上完粉彩之後 還會再用牙刷拍一下 所以它上面都有顏色了 我覺得這個黃色的杯子蛋糕 配上粉紅色的杯子 好像我們拜拜要用的發貴喔 紙巢還沒有爆開而已 現在拿出白色的黏土 我們幫它搓圓 放到透明的盒子裡 我打算把它做成剉冰 我們可以拿牙籤 幫它搓出不規則的感覺 它布的容器還蠻多的 但是青年土有點少 所以我有拿我自己的青年土出來製作 那我現在做的是小熊杯子蛋糕 再來是米老鼠的杯子蛋糕 其實我覺得做起來不太像耶 怎麼有點像毛熊 再來拿出咖啡色的壓克的顏料 我們要幫小熊畫上它的五官 再來我們做個正常的杯子蛋糕 拿出塔米亞的燒色達人 幫杯子蛋糕上烤色 再來拿出我為剉冰準備的玻璃彩繪膠 選擇自己喜歡的口味 幫剉冰淋上果醬 拿出他附的裝飾貼片 那我這一個選的是 這個應該是葡萄柚吧 我們選一片葡萄柚 放到刷冰上面做裝飾 再來我要開始用他附的白色奶油圖 那我第一個選擇的是星星的花嘴 第一個使用的星星花嘴跟白色的奶油圖 這個搭配算蠻成功的 擠冰淇淋還蠻像的 如果覺得白色的冰淇淋太單調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淋上一點點玻璃彩繪膠 我選擇的是巧克力的口味 幫他變成巧克力香草冰淇淋 最後再幫他放上一片草莓的貼片就完成 再來試試看擠在杯子蛋糕上面 呈現鮮奶油口味的感覺 那我一樣是幫他放上草莓的裝飾貼片 因為他的水果實在是好少喔 就只有葡萄柚跟草莓 那西瓜不太合理 有點太奇怪 所以我就只有放草莓跟葡萄柚 再來試用的是愛心花嘴與粉紅色的奶油圖 還有剩下最後一個扁扁的花嘴跟巧克力口味的奶油圖 這個擠出來怎麼那麼奇怪 只好送他一個小熊的貼片 希望他可以可愛一點 目前看起來最成功的就是 新鮮花嘴加白色的奶油圖 是最百搭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今天所有的材料跟成品 今天總共花了大概180元左右的材料費 那我們就還加了廢物利用 多了好幾個可以裝飾的餐墊 還多了透明塑膠的剉冰碗 那其實剉冰碗可以剪下來有9個 我自己使用了3個 那我自己也額外加碼了自己的青年圖 還有玻璃彩繪膠 還有Tamiya的燒色達人 那我們也可以用粉彩來代替 粉彩或壓克力顏料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今天所有的成品吧 我先來看 我先來看 好嗎 我先來看 我先來看看 是 這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罐奶油土就算挤完所有的容器其实还会剩很多 我们可以继续做其他的作品 那他附的三个花嘴 其实我们都可以来试试看哦 他附的装饰贴片也不会全部都使用完 那其实我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只有草莓 其他的亮片我都觉得 配在甜点上好像很奇怪 所以我们其他的亮片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作品 像指甲彩绘啦还是卡片 或者是其他的作品来做装饰使用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订阅我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